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安琪 又来到我们大马之窗第二集了 先介绍我们今天带来两个好朋友 我们今天就要来吃 印度妈妈当的下午茶 那么呢 在我的左手边是 美丽 那我在这边 你会看得到 有一点像印度人又不像 有一点像华人又不像的 很可爱的 Silva 哈喽 大家好 那你会看得到 他很像印度人又很像华人这样 那么所以我就问他说 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 跟中国的朋友呢聊一下 我们什么叫 印度跟华人 通婚之后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 就像 Silva一样 那么他很多人都怎么称呼呢 就是说 India跟Chinese 混血儿 对 混血儿 那有混血儿的感觉 但是他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公民 跟我一样是马来西亚公民的 那么我们来到了 今天这里呢 主要是要介绍我们一下 我们的印度风情嘛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传统的服装 今天因为呢 Silva呢 他长期呢 已经去了海外 很多服装都搬去海外了 所以呢 他告诉我们 他什么 他的这个呢 Sari 今天他就没有办法穿Sari 给大家看 这是印度人传统的服装 叫Sari 这些Sari很漂亮 这个叫Hana 对不对 那有庆典的时候呢 什么庆典你们会画Hana 我们讲一下 结婚的时候啊 庆祝Dipawali Dipawali是我们的 对 屠妖节 屠妖节 就是说有一个神诞 我们这样讲 屠妖节 就会有这种Hana 对不对 我们的头上今天呢 都有这个叫什么呢 Silva Bindi 这个叫Bindi 我们要学会一句话 印度 这个叫Bindi 他也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一个守护 守护神 那么守护跟保护我们的 有时我们会听说 有不好的东西呢 只要带上Bindi的话 哎 就不怕了 那我们呢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叫Mamak 你可以告诉我们 什么叫Mamatang吗 Mamak是我们 Malaysian culture 我们来这里啊 就马来西亚文化 你朋友啊 就是来这边 我们讲吹水啊 讲话聊天 下午茶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叫Mamatang 对不对 那Mamak 可不可以称为一些 印度人 他已经是穆斯林 印度人加入穆斯林 宗教之后呢 我们都会叫他妈妈 对不对 那还有呢 我们也会喜欢称 我们的印度大哥 叫Ane 对不对 所以今天教大家 两句的印度话 Ane 就是大哥 对不对 Ane 你要大声叫他 比如说你要叫印度大哥 Ane 这样 他就很高兴啦 大哥 你不要叫他妈妈哦 不对 Ane 然后这个呢 叫什么啊 再一次 Bindy Bindy 就是保佑我们的 所以我们喜欢贴上Bindy 但Bindy有分颜色吧 有 那是红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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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俾这个 做我们的朋友 蓝色 蓝色 十是哈喽 蓝色 蓝色 十是こと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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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来看这杯是什么有颜色的 这个不是有色素 这个是玫瑰露 玫瑰露冰 我们叫什么呢 这杯呢 是我们很出名的什么呢 印度拉茶 印度拉茶很香 非常香 怎么拉 他要把两手拉开那个茶 一直这样子拉 要把那个茶拉好几遍 拉到它很香匀 把牛奶糕跟我们的西茶 还有我们的一些香料放进去之后呢 非常好喝 喝一口香 有一些有加香料 这个有香料 这个很香 我们最著名还是椰子 所以你会看得到在妈妈当里面 最喜欢的饮料 叫椰子 Billy到你了 你叫了两杯饮料 对 怎么那么可爱 你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梦幻一点 这个粉红色 其实也是玫瑰露 但是它就加了奶 所以也特别的好喝 这个也很特别 这叫三色拉茶 刚才那个是普通的拉茶 但是这个是三色的 你看一个颜色 两个颜色 三个颜色 下面那个很重要 下面那个是椰奶 就是椰糖 不是椰奶 椰子糖 所以你喝的时候 你要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之后 你再喝 然后你就会喝到椰香的味道 很多国外人来到马来西亚 特别买这个椰糖回去 做食材 就是食材 嗯 好喝吗 超美味 哇 今天的印度大餐 我觉得超级的美味 Delicious Delicious 非常的Delicious 是没有 我是觉得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Billy 我们先来个 Rotty Tissue Rotty Tissue 我们都洗手了对不对 对 我们都洗好手了 因为我们打算用手来吃东西 我们先来个Rotty Tissue 来看一下 这个是印度人的零嘴 这个是什么零嘴 就是我们一般吃零食嘛 他就是把这个做成甜的 对 你看这个Rotty Tissue 它很脆 听到是吗 有没有 对 哇 你看这个Crick Croc 很美味 我们来看这个Crick Croc 来看一下 下面有一点面奶 嗯 香脆 那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Mama 我们的Anne 我们的印度 Anne Anne 我们可以跟 Hello 我跟她讲 Hello 我们可以跟Anne讲 四懂 四懂马来西亚的语言 对 谢谢 讲大声一点 谢谢你们 谢谢 这个是Rotty C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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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印度甩饼 对 那印度甩饼是这样子甩的 来 他等下在外面会甩一次 甩 甩很大片的甩 甩成这么小片 对不对 对 甩成这么小片 就这样子撕来 怎么吃呢 要蘸咖喱 蘸咖喱 对不对 这是不同的咖喱 这是鸡肯 鸡的 鸡的咖喱 这是豆 豆类咖喱 这是一种扁豆 扁豆 非常有营养的 然后这是鱼的咖喱 鱼的咖喱 所以我们三种口味都可以平散到 对 就像三大种口味 所以我先吃chicken curry 好吗 嗯 好好吃哦 这个呢他们会给一点那个叫做矮瓜 我们叫什么 嗯 茄子 茄子 我们叫马来西亚叫矮瓜 矮瓜 这是茄子嘛 茄子 那你看到哦 有一个面包 两个面包 还有没有面包啊 Villy 再来一个面包 好 很厉害 再来一个面包 用Ong来烘的 Ong 什么Ong 等下出去看好不好 好 等下我们一定要出去看这个Ong 这是在Ong里面烘的 对 什么叫Ong 就是一个大大的圆圆 沙坡 也不是啦 像一个瓦包这样 对 大瓦包就对了 对 一个大瓦包 然后呢 这个我们叫Nam 这个Nam 我们要里面有什么呢 我可以开给大家看 这个Nam里面呢 会有一些 比如说蒜米 蒜米 那这些蒜米呢 再加这个叫做沙拉油 这沙拉油 或者是牛油的 有时候会加沙拉油 那现在呢 我吃不同的咖喱 这个是薄荷 薄荷 薄荷的嘛 我来做一个薄荷的示范 这个就是薄荷的示范 这样子 很香 蒜头呢 它吃完之后会有口气 它就给你一个叫做薄荷 来拼那个口气了 所以你看很色小很周到 我们已经介绍了三个面包类的 我们呢 下午茶都爱吃什么呢 我介绍一个叫肉酱 这个罗野 什么叫罗野呢 这个罗野 我从小最爱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有那个虾饼 这个虾饼呢 这个虾饼才是我们最喜欢的 整个虾放进去炸 有炸豆腐啊 然后这个呢 我们是那个糕点来的 那有鸡蛋 有鱼饼 那这些都是香料 它不是有颜色 我们马来西亚都不用颜料 我们的红色就是红咖喱粉 来沾了它之后呢 做成呢 这个叫肉酱 我们也叫巴森布 那我们通常怎么吃呢 就把这些食物呢 我们也来是 混在一起呢 把它加在里面一起吃的 其实要把这个 加在这边一起吃的 要加在一起吃 然后呢 有什么味道 这个是一个花生酱吧 对 对 花生酱 芝麻 芝麻 咖喱要带甜 这个应该带甜的 这个 这个肉酱都带甜 然后我们要把它淋上去 嗯 非常好 如果吃午餐 吃什么 来看这个 哇 这个叫什么 Nasi Brani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里面呢 很好吃 我刚才讲 偏像大葱 辣椒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什么腿来的 鸡腿 还有腌鸡腿 那香料呢 这些都是香料来的 对 然后米不一样 嗯 我们很喜欢吃印度米 为什么呢 不会肥 你看 淀粉比较少 我吃这么多的 你看淀粉内 我都不好肥 你看我很苗条 还是38 24 38 我都会发觉 这个吃不肥人 主要是因为 印度米 它先天 就是糖分 糖分少 糖分很少 糖分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鸡腿 跟那个鸡腿的做法 这个叫Nasicanda 什么叫Nasicanda 你也没有看到到 它的咖喱汁有几种 一种 两种 三种 有黄色 深黄色 再加黑色 这一种呢 是他们加入了 那个黑酱煮咖喱 黑酱煮咖喱 然后呢 再加我们的一些 面粉下去炸 那么炸完之后呢 它就会比较香 然后焖呢 它就会入味 那么他们喜欢配两个羊角豆 我们这个叫羊角豆 Ciu Kui Ciu Kui 你们叫Ciu Kui 我们喜欢螃蟹 我们靠海嘛 你看这个大螃蟹 我们煮成咖喱的时候呢 就配白饭 那我们喜欢吃炸Sotong 什么叫Sotong 其实是Sotong 小卷很新鲜很大师的 来 每个人吃一个 蜜糖鸡 哎呦 这是蜜糖 蜜糖煮出来的 加了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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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蜜糖 再加蜜糖 要不要加点香料 有的 肯定有 做成了这个叫蜜糖鸡 香料蜜糖鸡 嗯 这个呢 更厉害了比里 Tanduri Tanduri 印度的Tanduri Chicken 你看这个柠檬 人家做得很漂亮 这是柠檬来的 柠檬做得很漂亮 那把柠檬汁弄上去 这个烤鸡腿呢 是我们印度人里面 最爱吃的叫Tanduri 它烘得比较干深 好像又不是炸出来的 又不是烤出来的 但是它是烘出来的 叫做烘 烘烤类来的 涂上我们满满的香料 要烘得比较干一点 它的味道才比较香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Tanduri Chicken 好可怜哦 这Tanduri Chicken 这么小哦 哈哈哈哈 这铜子鸡啊 这铜子鸡啊 这个肉很鲜啊 所以哦 不好意思了 铜子鸡 我们这个叫什么鸡啊 鸡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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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然后肉质真的是很鸩 很好吃很鲜 然后就做成那个炸鸡 那么想不想看这些食物怎么做 Billy 好啊 好我们还有20分钟 这个地点靠近双子星哦 就可以吃到这么便宜的食物 这里的租金也不贵 所以如果你要想来做生意的话 你要常来马来西亚看看 马来西亚商机无限 而且我们哦 是一个造子化年轻的国家 哦 所以我们呢 现在要带大家呢 出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妈妈蛋真的是很大 他们在吃个饭哦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打扰 然后现在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做得很疏离哦 那你看这个妈妈蛋够大了吧 哦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那我们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印度朋友 说嗨 Live TV in China 他们都是吃饭都是用手吃的 不过他们的手很干净 非常干净 而且他们也很有伤 我们来做一个刚才高高的 Roddy Tissue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些Roddy 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Roddy 都是他们用手勾 手勾做出来的 所以跟一般的引擎的话 又不一样 Roddy Tissue来 我们现在开始做甩饼了 这个甩饼真的是非常厉害 很小片的一个面板 我们叫面条的面板 把它做成饼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做那个Tissue饼 对不对 我们叫大型的Tissue饼 它怎么烘煎跟烘焙 那么它把它薄薄的一片 为什么叫Tissue饼 叫纸巾饼 纸巾饼 那么这个纸巾饼呢 它烘干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剪起来 要放什么呢 要放什么叫白蓝他牛油 这个叫很出名的 下一次你们要做印度煎饼 要准备两样东西 面粉把它擀 擀成那个面条之后呢 放那个白蓝他牛油 之后呢放一点点的糖来调味一下 所以这个印度煎饼做出来才会Q 才会好吃 带少许的甜味 哇 差不多要好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薄饼很大的块 那这个薄饼呢 等一下呢 它到它脆的时候呢 大概需要五分钟时间 哇塞 我们的印度煎饼好了啦 你看一下我们好美的印度煎饼 这个叫Roti Tissue 想不想看印度拉撒 我觉得我们印度拉撒是最厉害的 全世界哦 马来西安的印度拉撒是非常多的 在哪里印度拉撒 来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印度拉撒怎么形成哦 香喷喷的那个牛奶糕再加我们的印度拉撒 来 我们要把这个茶压很多遍 拉很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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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它均匀 拉到它香匀 拉很多遍才把一个茶拉好 才给大家喝 再来看一个 刚才看的胆独立鸡 是怎么做 来 来一下 来一下 这个是很少给人家看的 厨房很少给人家看的 他们这个就是在轰 轰什么呢 轰鸡 来看一下 他给你看 啊 好 好 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个我们马来西亚很喜欢吃的ABC冰 什么叫ABC 什么叫ABC 这个叫Aiyah Badu 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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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部就是餐冰 什么都在一起 滚冰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最流行这里 因为玉米 天气 全年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是冰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们最喜欢吃的是ABC冰 很容易叫啦 现在是记得咯 ABC冰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常跟你讲 喜欢用那个玫瑰花露 玫瑰花露来做的 放一些链奶 椰糖 还要放椰糖 他说牛奶 叫我们一定要讲 他是这个链奶成本很高的 他的甜不是来自糖 他是牛奶来的 这个是椰子糖 这是我们所谓的椰糖 再弄这个什么 哎呦你们好期待的雪糕 冰淇淋 要再弄一个冰淇淋 这个冰淇淋放下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 好吃吗 大家觉得好吃吗 好吃是现在要去吃了 哇还要装饰一下 你看 这个就是一道美食出来了 我们来品尝一下 我要冰淇淋 哇好想吃哦 哎 这个绿色是什么来的啊 尖锐 尖锐 尖锐是什么 尖锐是一种香叶 把蓝叶加成那个米做成的 哇好多料哦 里面有红豆 红豆 尖锐 鲜炒 玉米 对不对 哇这个料很多 才四块钱 四块半 好便宜哦 哇塞 来摄影师 我们来拍一下 这么便宜 四块钱 一个面条的餐厅 一个艾斯卡长这么便宜 竟然是在双子星的附近 你说马来西亚人幸不幸福 我是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 是非常幸福的啊 如果你问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三大民族 五大民族在一起都是一样 都是非常幸福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一直要强调 要吃印度餐 要认名这个 所以我们下一期见了 我是安琪 她是宾妮 欢迎来马来西亚 星期五啊 星期五 星期五在几点啊 三点 每一次到三点到四点 就是我们的直播 大马之双的直播 希望大家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知道我们这个直播 让你更了解马来西亚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